《雅各书》第四章 第二至第三節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直到幼斗偶 争战 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事 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事 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燕乐中 神已经看见他望我的时候 见我自己的人生观原来是可以调节的 使得我整个人生都为神而活 然后他看见我看的世界观是错的 是狹窄的 但我是可以被改变的 所以他将他的世界观 我们统称叫做神的时代计划 去交给我们 明白吗 这是我现在说的自传的最主要理由 想让你知道就是 也可以正常说 在我们教会当中 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 其实你还没有开始这个原点 你们是一群娇娇 很多时候回到一间超好的教会 你们真的容易态慢了 依赖别人的悔改 而生存到今天 但当你现在听这一套信息的时候 我将这个重点告诉你 而事实上我不是这样说白话 因为我不是30年前说这段说话 我是31年后 今天说这段说话给你听 我是有这个见证 而我亦冲心地说你听 我希望你得到祝福 我希望你得到神的救恩 所以变成了 你学习我当时的这种悔改 因为这种悔改 不是说神只要求入华这样做 不是的 他要求你是这样做 未来 神很大的时代复兴 未来 神会有一个很大的使用我们 但问题 你要记住 你们当中有很多人 是神绝对不会使用 是绝对不会 不是说等于你在这间教会当中 你不是一个好人 你不是和入华不合作 不是说你在这间教会当中 不能帮忙 是不够的 我想你知道 你一定要说 不是被这间教会说服 你是被你自己内心的信仰去说服 而导致你悔改 你去改变 然后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一定要穿上这个新人 不要再是这个旧人 救到直成人像这个世界 对不对 所以就在这段经文说 他说 他说是以世俗为有 就是以神为敌 有些人衰得不单止是以世俗为有 他甚至还要是以世俗为神 世俗的漏杂 错误 悟悔改 就是他们的神 我想你知道 未来你会见证这个大福音 未来你会见到这个 无论是神与撒旦 整个天国都看着的这个转利点 但是这个转利点当中 在你当中真的有好些人 你们是根本不用在内心 但是其实你可以在内心 你本身就有这个福分 见证这件事发生 但是问题呢 千万不要成为哀哭哲哲 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 就记载了一些这样的人 就是在讲十同女的比喻 在讲里面 明明他已经在身份里面 一定绝对已经在这个分离当中 他并且是同女 他在这个分离当中是负责的 就是安排了 但是问题是怎样 你会看到这班人 他们的灯是不够油的 为什么他们的灯不够油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不珍惜圣灵 圣灵 圣灵有什么需要我们赶走他 就是我们不灰改 我们根本没有灰改 这个心 就是我们根本被人监 或者甚至是 久言残喘的信仰 圣灵根本的声音 从来在这些人生命当中 都没有显为大 所以便成为那五个同类 而事实上千万不要让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发生在整案当中 因为这段经文 不是说外面教会 不是说直成今晚 在我屋设置 在外面 根本只是跨着基督教的招牌 根本完全和神的被提 婚言无关 他们整天 完全没有机会见证那件事 但你们像这些同类 有机会见证这些事 但在我们教会当中 现成绝对有一批 就是这五个愚绝的同类 他们愚绝的原因 不是说他们没有见到这件事 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有这件事 而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一直在嘻嘻人 没有给一个最基础的代价 去参与这件事 令姓妹最基础的代价 我现在说的是原点 是悔改 但是问题 我相信我现在说的时候 你们有自知之明 记住我千万不要说 我说到这里 我看到了 这个领袖是没有悔改的心 他整世都是这样的 很多这些缺点都不改 那个领袖也是这样 记住你不要把这个责任 推到别人那里 我现在说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悔改 因为那些可以是肥田鸟 你花那么多时间 去指住肥田鸟有什么用 他突然走了也不关你事 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当时回到香港 我花那么多时间指 这个没有悔改 那个没有悔改 而不针对我自己 有个当悔的心灵 甚至不要说 我开这间教会的时候 身边也有很多不悔改的人 如果我当年回到香港的时候 带着这些 基本上我认识的 每一个基督徒 和每一个牧师 我都可以指着说 他们没有悔改 我可以说是每一个 不是99.99% 是每一个 当年 如果以我的标准 我说是悔改 我花了时间去做这些 又怎样 我就错失了圣灵给我的声音 你要记住 圣灵不可以在一个 充满批评论断的人身上 去说话 那你就要自己立时 就变成怨绝的同女 我理得你回到教会 一年半载 又或者甚至可能 你回到这间教会 几十年 但你可以很多时候 知道某个人不行 某个人不悔改 某个人是 骄傲 某个人和教会的 大方向完全不同 他的看法完全不同 不过他也是领袖 你可以说到很多 这些人 但你绝对没有我当年 那么多 我当年回到香港 每个人都是 就如我所说 我说这个原点 悔改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没有一个我身边的 基督教人士 是根本由这里开始 所以神找了我 开始石安教会 明白 但是神找了你 去有机会 见证这间石安教会 或者甚至又回到你 但记住 你千万不要在这间教会 明明是有机会介入 参与这个婚礼 这个被提 高阳的婚言 但问题 你不单止不是辛苦 你已经不是辛苦的了 但问题 你还需要到 还要是如绝的同女 那你就真是惨了 但是我现在这样说的原因 如果真是开心见诚 我们教会 有很多这些 如绝的同女 很多 自以为是 那种情况 是很普遍 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 他觉得自己 认识很多东西 但他忘记了认识很多东西 每一样东西都是我教的 就是这么简单 换句话说 他所认识的所有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 是他配得去知的 是别人帮他去寻找 去查考 在他很舒舒服的 坐在主日的聚会当中 去听这些预备好的信息 就像我所说 寄居在别人优越的信仰 就当足自己的信仰 是无与伦比一样 这种吃果子的现象 是真的会很普及的 如果你是回了一间 很好的果园教会的话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我们要懂得 在圣灵的声音底下 我们检查到 究竟我们是吃果子 还是结果子 如果我们不结果子的话 也就是思想说 就是我们不结好果子 其实是因为 我们没有开始悔改 所以我们根本 从来没有结好果子 雅各书第四章第二 照第三节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 直到又 斗 嘔 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网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神亮 我今要尽意求告 我心里以切祈祷 终身的经心 除去 我心态慢于自光 还我最想做这礼堂 这些祸 你身陶 走 求告 如今不再将光印去衝 愿将心交障 从不退后 你到 求告 求主 让我心 免正改正 愿挫开我心 诚实已算我经许